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好 來 那個 下一位我接一位 來自台灣的這個戰神 那讓你們倆來一場大戰 好 來 一個台灣的戰神 來 不服來戰 你開麥 哈囉 來 不服來戰 你好 來 報上明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35歲 新北人 好 來 新北戰神 來 你來跟安安內內來大戰吧 來 你要 你要說什麼 我 我說齁 我跟妳講 我叫安安內內齁 我先講人齁 我只能認知到自己認知以內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的認知就是太淺了 你只看得到你眼前看的東西 其實已經很多 其實這個頻道 很多人都跟你講很多觀念 但是你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你是沒有辦法接受 還是沒辦法認知到 你懂嗎 因為我覺得 我說白一點 你就是搞藝術的 我跟你講一個國家競爭力就是科技 你知道嗎 對 一個國家競爭力就是科技 美國基本上就是掐住中國的 對這種科技的這些成長 你知道一個國家為什麼要996嗎 因為唯有996你才能提升這個國家的競爭力 台灣的台積電很屌 你以為台積電很屌是為了什麼 台積電很屌就是靠那些爆竿的工程師 來維繫住台積電 你懂嗎 你懂嗎 所以你知道996是不得已的 因為你們中國要有競爭力 要足以跟美國競爭 他勢必就要 就要底下那些 講白點啦 那些可憐的人 付出很多勞力 去換取這個國家的競爭力 台灣房價為什麼要貴 好我講這個 台灣房價為什麼要貴 如果台灣房價很便宜 今天大家都買得起房 那大家都退休啊 這台灣會有競爭力嗎 我跟你講這都是一環扣一環的 不要覺得 我就問你啊 你覺得996是問題 你覺得3000公司是問題 那你以為 你以為只有你知道是問題嗎 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問你 你有辦法解決嗎 你沒辦法啊 你也只是在那邊放個屁而已 大家都知道啊 不缺你這一個 你懂嗎 所以不需要 你說 你說一個政府 可能不想要你講這些東西 對 他是不想要你講 那不代表他沒有在解決 不代表他沒有在想辦法 你懂嗎 那台灣或美國這種言論 這麼自由的國家 大家都可以講啊 那可以講就代表政府在解決嗎 你也不能這樣講吧 對吧 所以你這個邏輯就是有謬誤啊 換你 我是這個意思 就是如果是說 996可以提升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說他同樣 比如說正常8個小時 他能生產100件東西 996的話他就能生產比如說120件東西 是吧 你可能是覺得這樣是競爭力 但是呢 如果在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提升的是所有人的 就是應該就是不能 那那如果而是說 就是效率已經提升到這種程度了的話 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失業呢 那我覺得這就很很不符合邏輯 如果而是說 就必須要把這個所有人充分調動起來 把所有的積極性 所有的幹勁全都調動起來 才能就是維持到一個什麼程度的話 那就不應該有失業率 應該人人都有活幹 就是最差的活 美國也有人失業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目前現在 中國大陸的這個失業程度 這麼多人去搞什麼 網約車搞什麼送外賣 然後送快遞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失業人數有點作為一個 中國上的國家有點離譜了 而且尤其是 你們中國的失業 他起碼還有個網約車搞 人家美國失業都在路邊搭帳篷了 傑克你忘記我剛才跟你說什麼了嗎 只要一周工作一個小時就不算失業 網約車送外賣他們都不算失業 是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 他就完全連一周連一個小時的工作都沒有 一個小時的這樣的收入都沒有 是這個意思 好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怎樣 如果中國這麼好 就不應該有失業嗎 失業率不應該那麼高是不是 那至少應該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準呢 因為如果要是說你真的就是說 就差了一點產能的話 就差了一點硬產能的話 那你就應該把所有人都調動起來呀 怎麼可能說你這邊又缺產能 然後的話你那邊有人 然後但是你又不用呢 難道剩下的人都是什麼缺隔不少腿 然後眼睛瞎的嗎 百分之三十那麼多人嗎 其實我抱一下戰神來我來插入一下 我忍不住了 好請插入 幹你怎麼這樣一回就怪怪的 那個 我覺得你講的是另外兩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你講的是分配的問題 那分配的問題 美國其實也很嚴重 他也很嚴重貧富不均分配不均的問題 那如果你相對來講 那以社會分配的角度來看 那中國相對來講是均衡的了 那中國現在輸美國的是輸總量 總體產值的部分 並不是輸美國分配的部分 所以你現在在講分配的部分 那其實分配的部分 美國問題更大 我suppose你的比較對象是美國 那美國分配的問題是更大的 那現在是中國是輸 美國是總體總產值 輸 但如果你分配公平性來講 中國是贏喔 嘞嘞 你說的這個公平性 我有點沒太聽明白 就是 只能再說一下 不是啦 分配的 就是據我所知的話 中國這個 就是我前兩天 正好剛看了一個數據 就是中國的這個 叫什麼來著 那個詞我忘了哈 反正就是一個詞就是 形容貧富分化的 它這個詞要比 它這個東西 要比美國還要高的 不是嗎 哪一個啊 不會吧 什麼什麼數值 中國會比 貧富差距 我不相信 中國的貧富差距 會比美國大 稍等我講一下 我都不太相信了 欸 什麼基尼係數嗎 還是什麼 不會吧 喔 喔 欸對了那個 內內 那個戰神哥哥 買了一台新車喔 嗯 啊 拜託喔 哈哈哈哈 喔 買了一台新車 要不要來載你一下 哈哈哈哈 玩具玩具 喔 四十幾萬的玩具 喔 好啦那個 好 內內你還要說什麼 你在查資料是不是 喔 嗯 我在找那個詞 但是我好像 我找不到 要繼續吧 好啦你的 你的意思是 中國的貧富差距 比美國嚴重嗎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怎麼樣 至少沒有比美國低吧 至少不會比美國低吧 唉 我覺得你這個可能要 要去查一下資料 就我理解 美國的貧富差距 比中國研究嚴重很多 喔 那現在 在中國輸美國是總體產值 啊 或者是人均收入 啊 但不是貧富差距 這個數值 貧富 就資源分配的公平 就貧富差距這個事 嗯 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來講 貧富差距 中國是贏的 啊 你說什麼 呃 就是貧富差距這個事 我覺得甚至都不需要怎麼樣 就隨便說一個 呃 呃 中國大概有多少億農民來著 是兩億還是四億農民 啊 不不你 這些農民的話 他的 啊 就這些農民裡邊 農民不對啦 那個哥哥教你啊 好不好 你乖 你不能拿農民 農民來來作為貧富差距的 比較啊 首先來講農民 也不見得農民都窮啊 很多農民也很富裕啊 我有去中國大陸農村 那個路也修得不錯啊 我我還問了一個問題 欸 現在水電都通了嗎 還被網友罵 欸 我們都已經都有電了 啦啦啦啦啦 柳杰克真是嗎 真傻啊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們的農 農 也不見得就窮 啊 農不等於窮啊 再來就是說 你現在比的 比的東西叫做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就是你要拿貧跟富來做一個差距的比較 哦 而不是說 有錢 我比你更有錢的這種比較 你懂我意思吧 它是一個差距的比較 不是有錢 沒有錢的比 更 啊 你你懂吧 哦 它是一個相對的比較 不是絕對的比較啦 啊 啊 明白嗎 哦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這個 是這樣的 那個2023年全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三萬 三萬三千元人民幣 2023年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萬三千元人民幣 然後農村的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八 蛤 所以呢 不是啦 它是貧富差距啦 貧政居民的 貧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 四萬七 農村十一萬八 它是貧富差距 好 我會問一個問題啊 啊這跟獨裁 獨不獨裁有什麼關係 不是獨裁不獨裁 它現在在講社會資源啦 好煩喔 那個 我看一下那個這個有一個教授 朱教授 他把那個 這個是基尼係數嗎 是基尼係數吧 對不對 基尼係數是不是一是最大對不對 一嘛 一是最大 那 那美國的基尼係數是 0.9 是這個意思嗎 基尼係數是不是一是最大 我查一下啊 基尼係數 不好意思啊 那我回答你貧富差距這個問題 基尼係數 對啦 貧富差距你要看基尼係數啊 好來 基尼係數 公平 越大是越不公平 對不對 嗯 我看一下 幹是越大越不公平 越小越不公平 我看一下 極低啦 越小越 越大越不公平 越小越公平 所以基尼係數如果 0.6以上叫做極高 好 那美國是0.92 是不是 那中國是0.77 所以兩邊都極高 但美國更高 好不好 所以有一個貧富差距叫基尼係數的 OK 好 來 我回答你了 所以 美國貧富差距更大 根據這個基尼係數 這樣沒錯吧 好 來 嗯 好啦 奶奶 還在嗎 奶奶還在嗎 OK 我在 那是我記錯了 我把這個基尼係數和那個恩格斯係數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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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美國貧富差距是更大啦 但是其實中國也有問題很嚴重啦 如果照這個教授的數字來講 都有問題 但是就 就那個 但是人類發展指數是不是 靠北 那哪個 人家給我一個數字啊 靠北我看一下 基尼係數 我查一下 各經濟體的情況 以開發國家基尼係數 美國高嘛 是0.4 那中國的基尼係數 嗯 也是0.4嗎 我看多少 好啦好啦 幫我查一下 0.51 0.92 好啦 算了算了 網友幫我查我不查 來你們繼續講 我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跟他講說 既然 這麼民主自由的國家 貧富差距就比較大了 你就不用 把中國的一些問題 就怪他們封建制度 你這個叫做 牽託 你知道嗎 對啊你就是在牽託而已啊 我想不出來這個跟他們封建 你講口中的那種封建有什麼關係 哦 是啦 我看錯了 封建是因為不讓說話 並不是說因為什麼貧富差距大 都是不讓說話 不要不要 中國的經濟係數比較小啦 他是38.2 他乘以百分比啦 所以是0.38 美國是0.41 所以中國還是比較小 0.38你信嗎 都發達國家水平了 你信嗎 他這就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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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 北歐國家水平了 那就是數字嘛 那人家就講這個數字了嘛 他就是 0.38嘛 因為你就已經不相信他 對啊 那美國還0.41啊 那怎麼辦 那他數字就是這樣 所以還是 還是中國經濟係數比較低啦 沒錯啦 好啦所以怎樣嘛 你做個ending吧 我就覺得他就把很多東西都怪到什麼封建制度 什麼不讓說話 我當然知道這個問題啊 但是 不能把什麼東西往這個地方懟啊 對不對 這種東西就是 就是 你沒有辦法怪最什麼東西 你就說 那我就怪政府吧 對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你收入 也許你自己收低 你有沒有想過人家力爭上有的 為什麼都可以擺脫 那你為什麼不行 我是想講就是說 你自己就 你自己就沒有辦法想去跳脫 跳脫這個 你現在這個窘境 然後整天 整天在那邊怪父母 怪政府 這 真的沒有用嘛 所以人家叫你說 你為什麼不論 其實他背後意義說 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什麼都沒做 你就直接在那邊 怪政府 你這個就 對不對 好 我講錯嗎 沒錯吧 OK 換你了 好來 奶奶 啊 喂 好在 你說 我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 只要是說提出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怪政府怎麼樣不行 然後的話怪誰誰誰不行 首先一 我這個工資呢 在大陸目前來說還是可以的 就是 就是在我們這邊的話 也就這樣了 就是一個月一萬左右 也就是這個 就是我在我們這邊那個 就已經是挺高的了 已經很難 除非我 那麼年輕賺那麼多 除非我去北上廣 要不然的話工資也不會更高了 基本上就是這個水平 然後呢 我其次呢 我並沒有說我因為這個東西 然後怪東西 或怪什麼 我一直說的都是 我說的問題 不是我自己的問題 嗯 而是說 憑什麼這個這個問題 就不讓人說呢 嗯 憑什麼別人一說的話 就要被攻擊呢 嗯 我是我是看不到這個東西 好啦好啦 那個那個 但是但是今天就是有一個觀念 還是跟你去去去討論一下 就是 那個 貧富差距啊 社那個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跟那個 總體資源創造多寡 是兩個概念 啊 你知道啊 那現在中國是總體資源創造 的數量是輸美國啊 但是就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而講 是贏美國的啊 根據剛剛的基尼係數啊 你先建立這個觀念 OK 但是其實各有各的問題啦 都要加油了 好不好 好不好 OK 好好好 謝謝你啊 好啦OK那個 那個 那就就這樣好不好 媽你再接 媽接客接不完了啊 好啦 那那那戰神你先退吧 嗯 謝謝謝謝謝謝 掰掰 好啦那那那那今天 今天就這樣了吧 你講的爽了啊 我還沒有講爽還可以 如果還有人要要的話 你還來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你還是隨便 做白金會員 為了